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GSG Ucoms 和大家来到一个新楼盘叫做安生Gardens 它是位置于近住百明汉,附近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叫做Lichfield 它来屋苑大概10分钟车程 今天我们会看一个四房现楼单位 这个四房的独立屋的屋形叫做Avendale 相信追开我们Channel的朋友 应该都见过这个屋形好几次 那我们就先进去里面看看 进来之后呢,这个悬挂位都非常之宽落的 这个单位有1491呎 就是差不多1500呎 那我们的左边就是厨房 连着饭厅的位置 前面就是厨房 转角 有一个楼下洗手间 和一个研究 那我们先看看厨房和饭厅的位置 按着灯 看得清楚一点 那这边呢就是饭厅的位置 那这种屋形的设计呢 都是中间这样这样 劏开了 那这个位呢 中间这个位 就会是个芯盆位来的 那这边呢 就有个洗碗叼机在那里 那至于厨房呢 可以看一下那个颜色 那是这种白色来的 那这个位呢 那这个位呢 如无以外 就是那个 那这个 没错啦 那这个玻璃就放在这里 看到的喉管 那这个主席楼头呢 就是这个位 那也挺大的 因为你看到呢 那它有一个 高身 那应该是阔身 的抽油烟机 那这个拱起了上来的话 我应该就是用 这个呢 就是用 明火煮食 都见到是白色的 那至于那些桂门呢 应该都是白色的 是的 这个台面是白色 那桂门也是白色 整个厨房都会是白色的 那来到这里呢 那这边有一组的电子 这边有另一组 那这个冰箱呢 那这个冰箱呢 就通常呢 就是放在这个位置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通常就是放在一个 的 焗炉的 看看先啊 好不好 没错啦 这个焗炉的位置 你看到这个手柄 那这边就是落地玻璃 那有两只窗可以开到的 那我们稍后呢 会和大家 讲回这个花园 那这个可以做一个 午餐的位置 又或者呢 其实小小的可以放一个 小的 Cashin Island 都可以的 这个位置 那这个冰箱呢 那就是这两个 应该放开了一半 中间 要是左边 要是右边 那这个就 比较难估 这边一边是冰箱 那但是都是这个位置 那至于这边呢 有个utility 那是旧位置放一个 洗衣机和干衣机 那也都有个磁盆在中间这个位置 那上面也是弄了些柜的 上面有抽契线的 这边有个 radiator 那这里可以出回去个花园 那所以其实 出去花园的话 这里呢 有三组门可以出去的 包括了 我们前面的 这一只 的utility 那位的门 那这边呢 那边呢 那个厨房 饭厅的位置 那还有斜对面 那边呢 那边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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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Evendale的单位呢 那这个厨房 这个饭厅 连着厨房 整个位置 就是21尺 7 x 14尺 11 那都有大概2米3高 那来到吃饭这边呢 那这边呢 一面就是已经在组成的电阶位啦 它然后另外来到就是对的 那这个K hmm 那这个景观方面呢 那就是 Should we wanted to see всех 再看著 现在去看看看 这个内阶景啦 这个内阶景啦 看那这个内阶景啦 之后呢 再看看这边的厨房 這個廳的尺寸有18呎11呎10GB 先開燈 也有三邊窗 剛才也劇透了這邊可以出到花園那裡 前面的門就是廚房的門 來到這邊有三組電製的 還有這邊有另外一組 它有玻璃門可以透光 由廳去到圓關位 這個鏡子 樓梯下面可以剩下 可能半個位置 拿回一個架 又或者是一些櫃桶 把櫃桶拿出來 這樣可以善用的空間 也不會讓自己撞到頭 不會令到這個位置太窄 其實這個位置也挺闊的 沒有浪費了 這邊有個研究 研究的尺寸是9呎5乘8呎2 那這個窗來算比例上也算是挺大的 那由這邊一組電車 然後另外這邊有一組的電車 以一個書房來算 板工手來算 就剛剛好 這個尺寸 至於它旁邊有一個 樓下洗手間 也有窗的 不過呢 因為它有窗關系 那它就是沒有一個抽氣線 那這個沙式也是適中的 那至於它的隔離 這裡有個小的Storage 也都是會放了一些 Fusebox 寬頻等等 看完了樓下之後 我們就上去樓上了 那樓梯也算是寬的 那正正看著前面的 那這個就是主人房 那它是隔離這個 那就是bedroom 4 那左手邊 有bedroom 2 3 還有那個 的family包裝 那我們先由這個主人房 看起來先 那也是整了一個 入場的鏡櫃的 那這個位置是有兩邊窗 那我看看這邊先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那是看回內圓景 那你都可以看到遠景的 那看到前面的草地也很漂亮 那其實前面有一個單位 都是在放售的 那那個也是Avondale 那大家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都 就晚一點再和大家看一下 那邊可不可以進去 那邊看看 那至於這邊呢 那就是看回內圓的街景 那C1度都ok的 它都不是直接看著 那就是打斜才能看到 那至於電掣位方面呢 那這邊有一組 那這邊都預算是床頭的 那這邊有另一組的電掣 那這邊呢 又另一組電掣 還有電視位 那加上有三組的電掣 那至於那個 那個的 上廣封信 上面呢 那這邊有一組電掣 那將會是建的 那這邊呢 那上面有集督 那來有窗可以 可以望著 這個升幅座尺寸在這裏 這裏也做了一個浪蒙巾架 正常的尺寸 這邊有另一個光碟 所以這房間也有兩個光碟 這裏也做了一個浪蒙巾也不錯 換衣服的時候可以看清楚 它旁邊就是Fedroom 4 有兩邊窗 尺寸也不小 也有14.74 x 8.74 這邊的窗台位可以放一點 這個景是看內街景 這裏也不錯 因為不是直接看著 這邊前面的房子也是斜 所以也不是直接看得到 這是什麼呢 這是樓梯上面的保存 至於電製方面 這邊有兩組 出來的窗洞位 窗洞位 窗洞位都不算浪費 不是很多的位 不是門 大部分的位都是門 這邊有個 Cylinder 也是儲著熱水 確保大家夠熱水用 這邊有個Family Bathroom Size 算是寬敞的 這邊是有個 Child的位 這邊就可以全磚 至於這一邊 有個Bathup 有窗的 有多少窗頭位可以放東西 坐廁 坐廁 還有個 升盤就在這裡 至於那個 腳樓門格 都夠大 這個四廣單位 都預計了這個浴室 會有三間房間去用 至於它的隔離 這個就是 Batury Free Size 是有十一尺八十分 十一尺十的 往下的景 這裡就是看回樓下的花園 跟對面的樓直望 最近的房子都隔了 應該是三間房子 所以都不算是近的 有一個Wallet data 接著在門口旁邊 那裡有一組電子 接著床頭這邊有一組電子 這間都是雙人房 至於到最後 看完Baturyum 2 Size 是有十七尺一乘九尺二 都可以看到 有些光射進來 這間當然是雙人房 其實這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大的入場衣櫃 因為都很闊 抹一下整間房 那這裡就可以做一個床頭位 那這邊有一組電子 那這裡都可以 整張梳窗台 或者是書袋都可以了 光線都幾充足的這個位置 其實門後面也有一個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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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完了這一個 準現樓單位 上面有個角樓 這個可以儲存幾個 這個位置 這個單位的放售價是530K 外面有個車房 我們現在出去外面看看 我們就出來看看 前縣也不算是太小的 那很多陽光 你現在是射向這間屋的正門 那這邊也是近住外面的位置 那這邊也是近住外面的位置 那旁邊這間屋 那其實 有個屋形 是我們都介紹過的 他就說自稱是for sale 但實際上應該已經是放售了 都是四房單位來的 那這個單位是有個車房 那前面有兩個的車位 那我們就進去裡面的花園 看看吧 那暫時未鋪草皮的 那但是交樓的時候 發展商都會鋪回草皮的了 那剩下帥仔啦 那再看回房子的後面 那前面一個就是廚房的位置 那上面就是浴室和睡房 那這邊就是廳的位置 那其實呢 去到這邊的時候 那他左手邊還有些位置 那都不小的 因為都可以說是兩個車房的闊度 那放在這間屋裡 那花園都幾便宜 停下的都沒有什麼高低氣服 那樣 那我覺得這個花園的size不錯 尤其是他多了旁邊那個位呢 那個位也可以 整間屋仔在這裡 那再看看這邊這邊有個水龍頭的位置 那這隻門就是那個utility那隻門 那那個私隱其實非常之好的 這邊都沒有人會看到你 那是去到隔離那個位呢 那是去到隔離那個位呢 出一點點才會對面有可能會看到你啦 那你出回去外面那裡看看啦 那這個driveway都算是幾平下的 那其實整個屋院呢 都是一塊的平地啦 那所以都沒有什麼高低氣服的位啦 那跟對面的屋距離都ok的 都不差的 那前面那個前院都做得挺漂亮的 那再看一下這間屋的旁邊 那這邊呢都有幾隻窗啦 那這個花園都是有塊的磚牆這樣來圍著 隔著啦 那這個磚牆的後面呢 那就是隔離屋的那個的車位啦 那前面呢 也都兩間屋是放賣的 兩間都是四房的獨立屋 我們也都有片是介紹回其中一間啦 剛才我們就看完那個最右手邊的間屋啦 那跟著呢 那其實我們前面這裡 也都有另一間同屋型的單位的 那現在都是放售著 那它又就對著前面 這一塊暫時啦 都還是草地的位置啦 那不過部分的草地 將會是Barratt的樓的 那不過距離這間屋都還有一段距離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單位 是可以說是全屋園裡面 其中一個最漂亮的單位來的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們有片會介紹回 將會放售的 四房和五房的示範單位啦 那這個位置都不錯的 以示範單位來計的話 那這邊就是那個花園的外場啦 那跟隔壁屋的距離都算是相當之寬落的 那又或者Litchfield這個地方 未必適合大家的話呢 那其實我們中部有其他屋園去介紹的 包括就是Telford啦 Sewsbury啦 Tamworth啦 Rugby啦 那還有 百明漢的市中心裡面都有的 那還有英國其實我們都有超過100個屋園 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就來到這個單位的門口啦 那我們暫時沒有鎖匙進去啦 那我們先看著這個屋外面的環境先啦 那這邊呢有個Single的一個Private的Driveway 那後面有個車房 那進去這個花園看看 那花園那個Single就非常之好啦 那它交流的時候也都是會鋪回草皮啦 那花園都是相當之平的 那屋形呢跟剛才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它左右的調轉了啦 那這個花園基本上沒有任何的單位 是會看到你的 那所以 那整個位都是相當之 私隱度非常之好啦 那這個單位暫時沒有放售價的 那但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幫你跟發展商去 拿它的提早去放出來啦 我們就到了Lichville的市中心啦 那這個是一個City來的 那為什麼叫City呢 因為它有座的Cathedial啦 不過前面這座並不是它的Cathedial 我們轉頭會過去看看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那是一個Lichville的Museum啦 一個博物館 那這裡呢有些的攤檔的 我們轉頭再過來看 那Lichville是哪裡來的呢 那其實是距離白明漢 那那向北走啦 那大概半個小時車程就到了的了 那現在呢都臨近聖誕啦 那都開始有些燈飾啊 那都準備著了 那如果是坐火車的話 那就37分鐘可以去到白明漢的 那就是New Street的車站的啦 那這座Building都頂漂亮的 那講到交通的話 那這裡有直車可以去倫敦 那最快的話 一個鐘頭零十六分鐘就到 那一個鐘頭零三個字到 那其實都算是幾快幾方便啦 那前面那個的古舊的Building呢 那就是它的Guild Hall啦 那前面呢 一個這麼有特色的Building呢 那其實都是Lichville裡面 很多的歷史建築的其中一個地方啦 那今天的Guild Hall裡面呢 是不是有些攤檔賣啊 那賣一些的手工品啊 那些的小禮物那樣啦 那我們繼續在這個Town裡面 那其實這個Town都不算小的 應該不是Town 這個City啦 那都有大概三萬二千人口 那這個地方呢 那個市中心的話 一頭走到尾尾 大概都要十分鐘才走完的 那所以都不算小啦 那那個人口比例上呢 那其實都算是非常傳統的 那那白人的話 那那白人的話 又接近95%啦 那那英國出生的話 都接近94% 那那這些數字的話呢 那那在中部來計 也都是 就是反正是 那那一些規模的 那一些規模的 的地方 那不是太小的地方的話 那其實都算是一個 非常傳統的位置啦 那那就算是 對比回蘇尼號 那那這個呢 可能大家比較熟悉多少 那那那幾個 那那裏的白人比例 是76% 那那英國出生的86% 那那這些數字呢 那那那這些數字呢 收來後是83, 那個數字越低越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這個攤檔這個位置 快到聖誕了, 所以都開始了一些聖誕的東西賣 攤檔就不算算了很多 聽一些地方人說, 其實之前會多過現在 現在可能市政府收得比較貴租, 所以有些攤檔就沒有開 那它有賣衣服, 有前面賣蔬果 也有些手工藝 這個市場就是逢星期二, 星期五, 星期六會開門的 也有些賣cheese, 又或者是賣肉類 那除了一些這麼有特色的建築, 還有一些市場之外 也都有一些大家可能見慣見熟的店 一些大的品牌, 都會在 High Street 找到 那至於校網方面的話, 那這裏的小學 有一間Outstanding 那其他的, 全部都是Good 那這裏也都有一間的私校 那這間私校 也都是在2022年的時候, 被私校的評審委員 是評為Excellent, 即是最高級, 最好的學校 那這邊呢, 也都會見到一些 最高級的 independently賣光 OFFICI 創造公賣博物 就算入了夜之后,在市中心的另一个位置逛街,也感觉是很安全的,也很干净的街道。 在市中心的另一边,也有河景或湖景,前面就是Cathedral,我们转过去,整个景色非常优美。 过了对面马路之后,进到一个很漂亮的公园,叫Beacon Park。 那里面除了这么漂亮的景色之外,也有哥尔夫球场,有网球场,还有等等的设施。 这个也是一个放狗的好地方,看看,这个小狗很有趣。 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绿化空间。 距离市中心大概3-5分钟步行,也会来到Lichville的Cathedral,这个大教堂。 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后大概659年,即距离现在大概1600年。 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大教堂。 那我们一场来到,先进去教堂看看吧。 进去之前,可以看看这附近的民居。 其实这些屋子也挺漂亮的。 那为什么这些歌声无端端停了呢?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个Christmas Carol的彩牌。 这样唱圣诞时歌的彩牌。 精彩牌。 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我们可以不试试,再来看看。 现在我来到了。 那我这个教堂是否很漂亮呢? 那就算不是过来住的话。 就是附近住。 那么有空过来看看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节目。 那对面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建筑。 還有呢,有些餐廳可以看下的 我們穿過這條巷呢 就會見到一些很可愛的 Local的民居了 就是我們左邊這些 都是住著人的 好啦,那我們現在看完這個 街道之後呢,那我們就 回到屋苑那裏吧 我們同大家看區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多個角度 其中一個角度呢,就是物價是怎樣 英國人的角度呢,就是一個Pine是多少錢 一Pine的啤酒是多少錢 可能我們比較熟少少的角度 那就是中餐的價錢是甚麼價錢 那其中一個最熱門的中餐 英國就是Sewin Sao Chicken 古老雞 那是82號 那就是這個價 那這個呢,是一張的 餐館的menu 那它的外賣便宜兩成的一隻八折 那打八折之後,其實都要九磅幾的 那這個可以也是說 甚至乎比倫敦大部分都要貴 那平常是甚麼價錢呢 我們看看另一個menu 那其他外賣檔大概多少錢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menu 那其實Sewin Sao Chicken都是六磅幾的 那所以Lichville這間的外賣檔都幾貴 那還有呢,它還不是冷清清的 還要是都幾忙的 那在這角度來看的話 那其實Lichville這個地方的人口 其實都算是富裕了 那我們現在身處的位置呢 那就是在show home的位置 那這兩個單位將會放售的 那現在放售的單位呢 那是比較入的位置 那上到來之後呢 那現在放售的是這一堆的單位 那這邊也有幾個單位放售的 那主要的剩下的就是這一邊 那這邊後面呢 那其實是一個暫時一塊大的草地 那遲下呢,可能Barras會起到後面 都未定的 那我們稍後會跟大家看一下 那在正這個位置呢 那也都有個遊樂場給小朋友去玩 那我們今天會看的單位 那主要是上面那裏 那我們就看看 上面現在放售的什麼單位 那我們就看看 Zoom in 版的Sight Plan 那大家見到的 那這些黃色點點那些呢 中間黃色點點那些都是放售的 那大概現在這裡有 二十幾個單位剩下 那剩下的那些呢 主要都是獨立屋為主 那譬如這個是一間的 Avendale的單位 那這個也是的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有個Hollywood的四房單位 那剩下的單位 基本上都是四房 或者五房 那再回來看一幅地圖呢 那其實這裡呢 也都有個五房單位 是將會放售的 那這個屋 已經叫做Elsewood 我們遲下也都有片 是介紹一下這個的屋形 這個位置都相當之開揚的 那好了 那今次跟大家介紹 這個的營業單位到這裡為止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去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這個頻道 如果大家想透過我們 那裡租樓買樓 裝修 甚至乎買樓呢 那也都歡迎隨時找我們的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